大家好,早上好 欢迎来到Hollywood的频道 今天挺开心的 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都挺开心的 跟大家分享啥呢 就是昨天做了一个audition 做了一个self tape 感觉自己进了一大步 是怎么样呢 就是昨天那个audition的话 我整个就大概每一个sing呢 我就大概最多也才做四次吧 然后其中有一个可能做两三次就已经满意了 这是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以前的话 我曾经有一次看我手机上录下来的这个视频的记录 就一个sing 就是一场戏 我试镜试了六十七十 就能数出来六七十个视频在里面 那包含各种就是不满意的 或者说一开始是在还在熟练那个台词啊 第一遍可能啊中间卡壳啊 啊断啊忘词啊 然后还有有一些是啊演到一半 哎觉得不行哦算了算了再来吧 就是这种加起来六七十个视频 所以我当时做一个audition 一个sing的audition的话 我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到甚至三个小时 真的一点不夸张 你看我一一个一场sing的话 他正常完了可能在三分钟四分钟左右啊 呃有些是两三分钟 那你看看六七十个视频 你想想要花掉多少个分钟 多少分钟 就原来的话就是这样 完全第一步的话啊就已经不过关 就是说我对这个剧本的词 还有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还有你对这种连贯性啊 这种啊都是还在在拍的时候 在录的时候才开始的 所以的话其实我非常感谢之前 一直帮我去录视频啊 录这个subtape的朋友 啊好多了 Marley然后Don还有林斌 还有还有有些时候是请的同学 有些是通过这个电话 zoom之类的 其实真的现在想起来浪费他们很多时间 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当时给我 那么多耐心然后帮助我 其实现在想起来是非常不应该 后来我就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基本上一个是不敢轻易的去邀请 一些没有那么熟的这个 因为我也怕耽误他时间 但后来的话我基本上就是都会告诉我现在这些朋友 啊我的词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大概我们很快会完成 那即便是这样的话 也还是要大概拍个10个take这样 然后但是从上一周最近开始的话 我基本上大概就三个四个 最多到六个 我觉得应该已经就有满意的 再不满意的话 也就说明我的水平和认知就只能到那个地方了 我也不想再继续的拍了 那之前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词 然后对人物的理解剧本的理解 还有太最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非常在意我刚刚过去的那一刻 那一秒所表演的状态 就是我会 比如说我刚刚说 就我打个比方 我现在正在录这个self tape 啊刚刚我说了一句台词说完了 然后我马上就还 其实还在进行吗 进行 其实我应该再继续剧情这样延伸下去 往下走 但我这个时候会想我第一句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感觉不对 是不是那个词也好像乱了 我会去想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非常糟糕 这就相当于说是你一边演在一边在考虑着别人对你的看法 或者说你的表现 那最近上课的收获和跟朋友交流的收获就是 你不要去在意你刚刚过去所表演的所做的一切 你继续你要在这个情境里面继续往前走 还有另外的话这个词的话 能够百分之百的记下来是最好 但但假如说你不是那么差那么几个字啊几个词啊 或者说用了你自己的话 只要那个意思 主要是那个大意没有问题的话 不要去在意那么多啊 因为最重要导演 导演和Casting Director想要看到的是 你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和当时这个情 这个Sing的一个整个过程 你的目标你的啊状态你所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做了什么努力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然后你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 他是要看到你这个 而不是说你是不是把词背的百分之两百 百分之三百的这个熟练 一字不差 这不是重点 然后你能做到那当然没有问题 其实你越放松 你是越容易做到的 所以现在的话 我一个是很快就把词给会 就会大概的记下来 然后的话 我不太在意他去这个词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会更加投入到去听 reader跟我说的话 就是我的对手的这个台词 他在说什么东西 然后他为什么说这个东西 然后我真实的一个反应是 是什么东西 是是要立即出来 就是不是你要去考虑的 因为正常我们在聊天 在这个真实的场景下 是除非是一个很尖锐 很深刻的问题 可能你回去思考 但很多时候 你是马上就会给出反应的 可能不是马上话回去 你是一个反应回去了 比如对方说 说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回答 那你首先会会有反应 他说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说 那你会想确认 你会重复他的话 你是在说这个吗 那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 那即便是这个剧本里面 没有写到他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如果是他说的是一个让你很意外的话 那他自然的东西就必须是这样的嘛 就是人之常情嘛 然后再融合到你这个个人的这种啊 你的性格是慢的快的急的还是虚伪的还是耿直的 那这个就会有一些区别嘛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很放得开 这样的话 你所有的这个肢体啊 你才会是自然的 以前的话 我真的是很僵硬 我就可能站在这个这个 frame 我考虑好这个位置 然后所有的台词都是这样 就是说话 就是盯着对方 然后说 就不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那现在的话 我昨天特别是昨天晚上 两场性 就是我尽量的先去生活 比如说第一场戏是 他们全家在吃饭 那我就先开始吃 我就正常的吃 我就 所以昨天 之前也听过很多casting director 他说要不要用道具 要用什么样的道具 要真的道具 还是要尽量的不用道具 那这些其实没有绝对 只要你做的好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当然尽量的不要去干扰你的这个 你要对你这个是有帮助的 不能是有影响你这个表现的 所以昨天那场吃饭的那个场景的话 我是拿了真的东西 真的饭菜在面前 我就在那吃 我就正常吃饭 这样那样吃 然后吃着吃着 那个对方的话就来了 那有时候你并不是像演戏那样 别人一说话 你就看他 然后别人一说完你就回答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可能你就在吃饭 那你吃饭你有个前戏 就是说你吃饭前 你们坐在一起吃饭前 之前发生了什么 那你这个要很具体的设定 那昨天的话 我这个reader帮了我很多 他说那你想想你之前做什么 那我们就来设定好 他去你在这个吃饭之前做了什么东西 好了 那我有个铺垫了 那吃饭之前 我遇到了 就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吃饭的时候 是还在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的 就还在想那个事情 因为每天都在吃饭嘛 所以每天的话 都可能是很正常的一天 很普通的一天 所以我就还在想着 白天发生的事情在吃饭 然后他的话来了 他的话跟我这个完全就没有关联的 那我还是吃着饭在听 但是当他说到了一些敏感的东西 我突然 你说什么 这这这种反应 就是然后我就整个就 在这个状态里面 然后他再说 然后我再回去再说 而且的话 也 也不是那种 就说剧本上说你要急你就急 这个你 你得有这种 情绪在里面的 你才有可能表现出来真实的那种反应 所以一切都是去设想 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对方这样回答你 对方这样问你 对方这样的态度对你的时候 你会是怎么样反应 所以这个第一场戏的话 一个是我 包括说话的同时 我还在吃东西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 是会有 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因为一开始可能我是 就是还在想着那个事情 在这种有点盲目的这样吃 然后后来吃的话 可能就是有点逃避他 而不想跟他说这些话了 或者说我在琢磨我怎么应对他的问题 因为女儿的一些想法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样 所以的话 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骂他吧 对吧 那他遇到这种情况 我得怎么教育他呢 可能我这个时候我吃饭 我就在想了一些办法 然后马上转变这个想好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 其实我是希望你怎么样 这样吗 就就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跟你实际的这种 activity 是要结合起来的 这些说的有点具体 但总体来说 就是说你要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你现在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这场信之前发生了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真实的反应 那reader也很重要 reader他好的reader 我们好的think partner 都会给你很好的这种帮助 他的话会刺激你 他的这种眼神 他的反应 也会帮助你去做得更加真实 更加丰富 OK 第二场的话 就是更加放松自由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也是真的拿道具 就是他有一些醉的感觉 我就喝了一点酒 然后去 包括打笑啊 什么东西 我就完全放开了 我就不去 去假的 不去压抑 就放开 放开之后 但你要是放开 你也可以一直放到底 同时你也可以就说 作为你这个人物 你当时如果你放这么开 你这么狂 就这么 就无所拘束的去笑也好 去干什么也好 是不是你也估计到了对方的感受 或者说你也想掩饰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你再拉回来 或者说是做一些变化 也是很真实的 然后对方的话也会帮助你 因为其实我那场戏的话 就是一个 嗯 我有心理的问题 我有心理的障碍和一些苦闷 没有办法跟他说 但是我们又借助这个酒 来去 他猜着去安慰我 但其实他是做的就是 他猜的不对啊 那但是所以我也觉得就是 我也在就是借用他的话来去 呃 按就是 来揭示我自己其实遇到的问题 但我又没有直说 然后通过这种笑啊 还有这种无奈的东西 然后 一些酒后嘛 酒后的话可能 我哪怕露出一点我真实的东西 我也没有那么担心 因为酒后 所以就是那种感觉 那 当时我拍的时候也是 我感觉就是 很 挺放松的 然后就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你在 那种状态下 其实真的是有可能是很 很意外 很大胆的一些动作 那这样的话 其实很真实 哪怕有时候你就翻倒了 掉到地上 然后你再爬起来 这都很真实 我觉得 就是 特别是audition 你要给 casting director director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东西 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有一些更可爱的东西 要不然几千上万个 这个演员发这个self tape 为什么你的就会被吸引住 或被 被cast 那肯定是有你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要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我觉得我昨天做到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还是又发了视频给朋友 去给我点评 那他又在我这个基础上 又提了很多 很有建设性 而且很具体的一些notes 那我听了之后也觉得是 但是我发现就是 可能我一下就是可能未必做得到 但我理解到了 所以这个演戏这个东西 就是得你 一直 这个演戏这个东西的进步 就得是一直 学习 一直在演 然后一直再去提高 才有可能 我刚才一开始 我就说了 昨天晚上的这个audition的话 我有一个大的进步 但这个大的进步之后 那我就面临着 其实会去接受更多细微的一些提高了 一些细小的 一些微妙的东西啊 我说大的进步 就是我之前一直没有突破的 就是一直词也好啊 和对怀疑自己所表演的也好啊 还有这种自如啊 放飞啊 这种感觉 我都像我能 我能应该能做到的 就至少我昨天我做到的 我希望我接下来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试镜 我也能做到 那在这个基础上 就是怎么做的更加 有味道 就是你边看了你这个 试镜的视频就觉得 哇这个人物 短短的一两分钟 太让人记忆深刻 然后太有 回味了 就是你把这个人物的挣扎 痛苦 喜怒哀乐 都在这两三分钟都 都微妙的 一贯性的 连贯性的表现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是下一个阶段 比较难 可能也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也要经历可能也要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可能一年两年的时间去突破的一个下一个目标 OK 今天基本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对 我就今天也是瞎想 就是一个感受 之后想到一些戏的话 跟大家再补充 然后也希望大家跟我就是互动起来 给我留言 说说你的事情的一些想法和你的经历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你给我指点 你想给我提一些建议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 也没关系 就是这其实也是 可以延伸到就你任何的其他工作吧 就是说你把一个工作的基础做好了 那你有可能去发挥 发挥好了之后 你又可以做一些更细的一些改进 和一些提高 做的把效率做的更高 或者说更加完整一点 OK Anyway 拜拜